HELLO ZACKERS 今天呢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這一陣子買到的四件晚牌 那這次買到的戰衣品我都非常的滿意 所以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從第一間開始 那第一間呢就是大家應該蠻熟悉的JANCO 我現在身上穿的衣服和褲子也都是JANCO他們家的 那就是等一下要跟你們分享的 之前我買JANCO的時候啊 我印象沒有很好 因為那一次買到蠻多不適合我的單品 但是呢它這一次讓我刮目相看了 這一次我買到幾件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首先就從我們現在身上這一件開始 這一件啊 這個T恤我買了三色 它總共有六色 這一件的名字是唇鹼版型百壽上衣 那連結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直接點下面的連結去看 那這一件它其實不是唇綿的 它是 我看一下啊 這邊有小兆 把電腦放在旁邊看 它是62%的巨子纖維跟33%的雷影 還有5%的彈性纖維組成的 所以它的彈性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我很喜歡這一件主要是它的版型和它的顏色 可以看到它的袖長剛好在這邊 所以不會讓我覺得過長比較沉重 或者是過短 或者這邊好像手背比較壯 那還有它的領口這邊也是剛剛好 不會說讓我覺得太高很不舒服 但也不會低到讓我覺得很便扭 然後呢 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顏色 我現在身上這一件是杏色的 我覺得還蠻少 我蠻少看到T恤出這樣子的顏色 所以一看到這一色我就蠻放到購物車了 它是一個很溫柔很優雅的顏色 不管是搭白色灰色或是黑色的褲子都很好搭 那除了這一色我還買了這個可可色 它應該是叫可可還是棕色的樣子 我看一下 對 這一色它叫可可 那這個可可色就是比較 算是比較長進一點點啦 如果比兩色相較之下我會比較推性色 但因為可可色也非常的白搭 所以我還是把它收下來了 你看它的彈性真的很好 這個可可色我覺得搭配白褲非常好看 像我今天這個白褲也是他們家的 這樣搭起來就真的很好看 然後另一色呢 我說的是比較像乾燥玫瑰粉 有一點點帶紫的這個顏色 這色就是我昨天在直播的時候穿的 那那個時候就蠻多人問我說衣服是哪一家好好看這樣 所以大家就是它 官網上面是說它叫做乾燥粉 那這三色是我收益非常推薦大家去嘗試的 如果說你只買一件的話 我會第一推的就是這個杏色 那第二的話就是這個可可色 但是如果說你怕穿杏色會比較沒精神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先入手可可色 主要是看你想要搭配的衣服大概是哪一種的 好 那第二個單品呢 就是我現在身上這一點質感黏麻短褲 這件短褲我真的超級超級喜歡的 可以看到它其實算是蠻高腰的設計 但是它的褲長又不會說太短 短到讓你覺得蹲下或者是走動的時候會比較不自在 我覺得啊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已經越來越不喜歡穿過短的熱褲了 就是以前高中很喜歡穿那種小熱褲小短褲之類的 可是現在倒是比較喜歡穿大概 大腿三分之一之類的這種短褲 就是這個長度 那我覺得這個長度的短褲 穿起來會比較有那種隨性啊 還有帶一點點比較知性的感覺吧 對 那這一款我也覺得三色都很值得包 我買的是白色的 因為後來想想我覺得還是白色最百搭 然後它其實還有這個杏色的 杏色還有咖啡色給大家看一下 它杏色長這樣子 我覺得超好看 那時候我也是杏色跟白色猶豫很久 然後另一個是咖啡 它的咖啡長這樣子 你看 是不是都很值得買 而且它這件非常的舒服 覺得夏天因為我很怕熱 所以我喜歡買這種麻的材質 會比較透氣一點點 那這一件我個人真的覺得 如果你也很怕熱可以考慮收一下 因為它不是那種貼身的設計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是比較寬鬆的 你不會覺得整個衣服都貼在你的身上很不舒服 再加上它是高藥的設計 所以其實看起來身材也會比較好 所以你很怕熱的話 如果跟我一樣是爆汗人的話 這一件我覺得你真的可以考慮 好那這件打褲就到這邊 下一件呢 也是Grenko Honda的褲子 是它 之前在現實動態也是有很多人問的 這一件是我來看看它的名字 棉毛直筒燙現西裝長褲 所以它一樣是棉毛的材質 那我買的顏色呢是咖啡色 它這一件一樣有非常多比較大力色性 像是卡其色 還有 先給你們看卡其色 卡其色是長這樣子 然後另一個色是裸棕色 裸棕色我覺得有點像是蜜糖色的感覺 是這樣子 這幾色我也都覺得非常好看 那最後就是比較大鐘點的黑色 我發現我剛剛有一個地方講錯了 它不是黑色 我照看它以為它是黑色 然後後來我想起來了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藏藍色 這一個色 因為這樣炸彈色好像真的是蠻黑的 如果你可以用天好看的話 它真的是一個很美很美的藏藍色 這一次我當初也很猶豫要不要買 因為真的好少看到市面上的這種很 怎麼講它的藍真的是墨藍底色那種藍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深色的褲子的話 其實這個藍我也蠻推薦的 但如果你是想要擺大一點的話 我覺得大底色可能就是會更適合一點 其實藍色雖然說很好看 它好大的程度就是沒有那麼的高了 那我買了這一個咖啡色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咖啡是比較冷色調一點點的 跟剛剛 嗯 那這個來對比就看得出來 像這一個 這個可可的話 它就是比較暖色調一點的咖啡 那我手上這個褲子呢 相較的就是比較帶一點灰調冷色調咖啡 所以穿起來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知性 那它的 嗯 那我很喜歡這一點點是 因為它算是比較高腰一點點的 我覺得因為我們個子就是 不是我們啦 就我個子比較矮 所以我挑褲子一定會挑比較偏高腰 然後剪裁是比較直痛一點點 那再加上它是綿麻的 所以其實夏天穿也會蠻透氣的 而且它不是那種貼身設計 它不會整個貼在你的腳 讓你感覺是比較難走動 或者是走起來會比較不舒服 因為像我是真的很會流汗 我如果穿黑身褲在夏天 你一定是會感覺很黏很不舒服的 所以這種褲子就很適合我這種爆汗的 像現在那個氣房 我其實還是在流汗 對 然後 這一件的顏色啊 我覺得搭上這種 杏色的衣服 就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綿麻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就是 它需要整理 因為綿麻的材質都很容易重 像這一件目前的狀況 這樣子是已經整理過的 所以看起來就還OK 不過如果你是比較討厭 就是燙整衣服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你要去考慮的點了 不然這個材質和剪裁我真的覺得很棒 它的直筒設計不會說讓你感覺腳過寬 因為它是會隨著你的腳有一點垂坠的感覺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你的腳就是粗粗的這個褲管的寬度 它反而是會讓你看 稍微看到你的腿型那種感覺 所以它穿起來就比較不會那個笨重 或者是說它看起來就是 穿起來不會讓你顯得身材比例不好這樣 好 那這是這一次買到JANCO的部分 我真的很喜歡JANCO他們比較出的這一些 這幾款的顏色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看第二間買的王拍囉 那第二間我覺得很喜歡的呢 就是我很常買的Miricube 那這一次我買的是這一件卡其色的裙子 這個裙子的長度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剛好 跟現在我身上穿的這件褲子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這件卡其色的短裙呢 我覺得它的剪裁非常的好看 可以看到它是有點小小A字剪裁的 所以你穿起來呢 是會顯得你的比例非常的好看 有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呢 這一件我覺得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看 那再加上它是牛仔布的這種布料 所以其實是偏硬挺的 就是你不會覺得裙子整個軟帕帕 而是比較有形狀的這樣 我最近呢 真的很喜歡買這種大地色系的衣服 就是以前我都是嘗試黑白回 那最近就是狂買一些比較溫暖一點的顏色 可能想要當一個溫暖的人吧這樣 好 那這一件呢 我覺得它穿起來呢 一樣也是偏高腰的 我真的是不能離開高腰這兩個字耶 因為就是比較矮 所以如果沒有高腰會讓我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就是會讓我覺得整個人看起來比例很奇怪啊 或是就是穿搭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也是想要嘗試短裙 那想要找卡其色的 或是暖色系的 搭地色系的 這一件 一定要去試試看 它搭什麼樣的衣服都非常的好搭 就算是黑色的上衣 我覺得搭起來也不會很奇怪 所以如果你也膩了黑白會這些顏色 我覺得這個卡其色 可以去嘗試 我覺得很棒 好 那這件就到這邊 下一件呢 就是也還蠻多人問的 這個 MIRRQ他們家的西裝外套 大家可以看到這件西裝外套啊 其實它是 嗯 有一點點大的 對我來說 因為MODEL 就是MIRRQ他們的MODEL都很高 有176啊那邊 所以我覺得在看這個衣服尺寸的時候要注意 但我那時候是看MODEL他穿 嗯 衣服的長度是蠻短 因為他算是短板的 所以MODEL穿起來如果是短的 對我這種癌子來說應該會算是正常指數這樣 那我收到之後 衣服的長度我確實是蠻喜歡的 大概是到我的 嗯 肚臍在這邊吧 那他大概在肚臍下面一點點 不過我比較不喜歡的點是 他的袖口真的很大 就是太長了 感覺是會有一點點 嗯 比較沒有那麼俐落啦 不過他換個方式講的話 就是比較隨性感 比較 慵懶風的感覺上 就可以這樣子 哈哈 所以這一件我覺得 我個人 就沒有像其他衣服滿意度那麼高 但也不會到讓我覺得不喜歡 因為他 我會買他是因為我希望有一件 厚薄適中的外套 讓我在大概秋天或春天那種 有時候還會突然變比較冷一點的天氣 都可以穿 那這一件的厚度薄度 就覺得很剛好 再加上他其實內裡這樣子摸起來是很舒服的 就是整個外套套起來 你會覺得是質感好的 那是舒適的 所以 這一件如果說你不在乎他這邊 袖口比較大的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去嘗試看看的 那再加上他的顏色我覺得也非常好看 是比較淺一點點的妝色 就是像剛剛的那個 跟這個褲子還蠻大的 所以這種比較 嗯 帶一點灰色調的 色調的咖啡色 但其實如果近看會發現 他其實是這種 細格紋的設計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遠看會比較像是單一的顏色 但是如果近看的話是會有 比較有層次感 是這種 細格紋的設計的 所以他的設計我非常喜歡 整體來說非常有質感 好那這就是這件外套的部分 我也真的還蠻常穿他的 雖然說他真的比較大了一點點 那下一件網拍也是我第一次買 但是滿意度蠻高的 也就是Luffy 他們要的這次買的褲子是這個 顯瘦直筒牛仔褲 我一直想要找這種 直筒的 然後比較 不會那麼貼身的牛仔褲 但是我之前去試過的幾款都會讓我覺得 看起來腳很短 像之前Uniform我有去試過 可是穿起來效果並不是很好 直到我遇見這個 Luffy的這個 我真的覺得他非常的顯 怎麼講 我覺得他沒有到無敵顯高 但是至少以他的這種 直筒褲 然後又是寬的這種褲子來說 算是顯高的了 因為大部分那種寬的寬一點的褲子 是比較能去修飾身材的嘛 但是這一件他做到了 而且他一樣也算是高腰的 整體穿起來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他的 嗯 褲口這邊有做這個抽須的設計 所以是會有比較隨性一點點的感覺 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小巧思 那再加上他的顏色是這種 比較水洗的丹寧藍 我覺得還蠻夏天的 在夏天就是喜歡穿一點顏色比較清淡的嘛 就如果都穿那種 像我現在衣櫃裡面都是黑色啊 顏色深一點的丹寧藍啊 我覺得有時候夏天穿就會覺得好像比較厚重一點點 所以就蠻想買這種顏色清淡 但一點點穿起來也會覺得整個人比較清爽 所以這一件我很滿意 然後再加上他其實 他雖然說沒有到非常非常有彈性 可是穿起來是很舒服的 就是你這樣蹲下來啊 或者是你這樣走來走去 其實都不會覺得很緊繃的 有沒有發現我其實越來越喜歡那種寬寬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是很容易長痘痘的膚質 就是腳啊手什麼也都很容易長 所以其實皮膚科醫師有跟我說過 叫我盡量不要買太貼身的衣服 因為這樣其實對皮膚就不太好 就是我已經很容易流汗 那這樣又悶住 我又是容易長痘的那種膚質的話 會一巴不可收拾這樣 那講到說因為他是比較寬的 我覺得這件很棒 就是他的寬度做得非常的剛好 他不會說過寬 寬到你會覺得整個人很 就是反而是嫌胖的 不會他的寬度我覺得是很適中的 穿起來走動的話 反而是會讓你覺得就是身材比例是還蠻好的 像我自己在買這件之前 我就有參考他們 應該我不知道是不是 員工的分享就是 他會有這種穿搭示範可以看 在旁邊這邊 穿搭示範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人穿起來大袋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還蠻準的 就比較不容易買到不適合自己的產品 因為有一些照片算他在model身上很好看 可是在其他人的身上 就是身高比例比較接近我們一般人的身上 可能就會變得沒有那麼好看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網拍有提供那種 其他人的穿搭示範的話 都可以參考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購物指標 那除了這一件牛仔褲啊 我還買了他們家的鞋子 登登 就是這一雙 還記得他嗎 在...欸應該上一個vlog吧 好像是vlog時嗎 有出現他 就是小性鞋 性色的鞋子 我會買他是因為第一 素面設計的情緒 我真的是很難去抵抗他的魅力 那第二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性色的鞋子 之前看到就是這種小白鞋 或是黑色的鞋子 還真沒看過性色的鞋 那再加上他是全皮的設計 我就整個無法... 無法控制我的手下單了這樣 可是呢 雖然說他的皮啊 摸起來很軟 然後這邊鞋子也感覺很舒服 超暖 超冷Q的 但是 他會抹腳 我第一次穿出去的時候 我的腳就被抹破皮了 後面應該還有我的鞋跡 就這邊 好像已經有點...已經掉了啦 但是如果還看得到的話 這邊其實有點髒髒紅紅的 那就是我的血 我第一次出去 我真的是痛到... 呃...不太能走 那時候好像有發動態跟大家說 就我後來是把它這樣子踩著走回家的 好 那這一雙其實 除了他會抹腳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非常的棒 他的尺寸做到很少 像我的腳大概都是穿22.5 那有時候買鞋子是比較難買的 因為很少鞋子會做到這個尺寸 通常我有時候都還要在夾鞋店 可是他這一雙呢 我買35號 穿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剛好的 對 只是說如果 你也買了這一雙 那穿的時候一定一定要記得 先貼個OK棒什麼的 再走出門 可能要給他一點時間吧 就新鞋 難免 有的會抹腳啦 對 然後...除此之外 我覺得他就沒有什麼缺點了 他的設計啊 穿起來也非常的顯腳瘦 他真的是很貼合你的腳的設計耶 你看這邊他有點凹下去的感覺 他整個穿起來腳會很性向 我覺得很好看 只是有一個小缺點 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那為了讓大家看到 杏色跟白色的差別 我也把我的小白鞋拿上來了 你看 這是小杏鞋 這是小白鞋 可以看到嗎 其實是 乍看這樣會覺得 這不是白鞋嗎 沒有沒有沒有 白鞋是這個色嗎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是白鞋 這是杏鞋 杏色就真的是 比較溫柔一點點的感覺 那如果你要活潑俐落的話 就選白鞋吧 因為他這一款其實也有出白色啦 好 那我們要到最後一間網拍囉 最後一間也是我第一次買的 這一次嘗試了很多很多不一樣的網拍 因為就是覺得 之前都買比較類似的 我還是想要試試看有沒有 就是發掘新大陸的概念 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東西 跟你們分享 那這一次我買了這一個 登登 GOGO SING的 GOGO SING它好像是一間 韓貨直送的網拍 但它的官網就做得非常的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長這樣子 對 它的官網就是 每邊什麼的有待加強 不過除此之外 商品和它寄送的速度 我覺得都還蠻值得加強的 那這一個我應該 等了不到一個禮拜就收到了 然後收到產品之後也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件是高腰日常百搭小喇叭長褲 我一直也很想找這種喇叭褲 但是又不是太過硬挺的 是比較有彈性 然後穿起來是很修飾腿型的 可以看起來腿巨長的那一種 但我一直都沒有找到好看 或是說滿足我 剛剛上述提到需求的 一直到遇到它 它真的就是穿起來腿巨長 然後非常的有彈性 你在那邊跳舞什麼都沒問題 而且它真的就是很高腰 那這件我要注意的是 我其實有拿去改長度 我大概改了六公分 如果沒有改的話 是會變成落地褲 就是會我走路會踩到 然後一點點才到 就是可能要折一下之類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身高跟我差不多 我是158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褲長 你買了有可能還是要拿去改的 那改完之後 我覺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褲子了 是我夏天可能也會想穿的 那我想要買的就是因為夏天比較熱 我希望有一件黑褲 是有彈性但又是不會貼腳 可是又可以顯高顯瘦的 畢竟黑褲就是最白大的 可是後來我覺得呢 它的布料 我看一下它的材質是什麼 它的材質是95%的鋸質纖維 跟5%的彈性纖維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並不是很透氣的那一種 可以看到它並不會就是 有一點點後來應該是這麼說 所以如果夏天啊 建議還是要在室內冷氣房的時候再穿這個 不然如果你是要出去 跟朋友出去室外玩一整天 或是去健行什麼的 穿這個應該會熱死 感覺會非常的悶 所以這一件呢 是好穿搭好看 但是如果說是適不適合夏天的話 就要看是不是帶在冷氣房囉 好 那這一件褲子呢就到這邊 我覺得夠夠行還蠻多件衣服 看起來我都蠻想下單的 但是因為我也沒有買過 所以這次就想要先買這件 黑色的褲子回來看看 它其實有另一色耶 就是這個 嗯 性色嗎 奶茶色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黑色以外的褲子 也可以買這個色 我當初也是猶豫好久 兩個色我都很喜歡 對啊 但是想說還是先買黑色好了 比較保險 不然你們看 這種奶茶色 配上白色的襯衫 真的很好看耶 好 如果之後我有買類色的褲子 再跟你們分享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之後也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不然還是會消失 那如果大家有空 也歡迎你們到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上面走走 有一些新的溝分享 或是有時候也會在上面直播跟大家聊聊 就歡迎你們也來上面找我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最近有超多想要拍的東西 只是身為說二樓屁股 還是要先去面對露魂地獄 好啦那就這樣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